第四十七章 文士 张晓凡醒来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下来,只怕最少是睡了五六个时辰。 但碧瑶却依然没有醒,一双手紧紧地抓着他的衣裳,看去像是受惊胆气的小孩一般。 哪里有人想得到他实际是魔教之中的重要人物呢? 张晓凡把手放到头下,听着林间山峰吹动树木发出的缩缩的声响。 忽然间,他想到了青云山的大竹风上,那片片的竹林不也是发出这般的声音吗? 这些十日,我失踪在万福谷窟之下,消息怕已经是传回大竹风了,不知道灵儿师姐知道了之后,会不会有些伤心呢? 可是,若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一定会很高兴吧,一定也会一把抓住我的手兴奋不已吧。 也许他会笑骂说,臭小子,我就知道你们那么容易死的。 他的脸上,在渐渐漆黑的夜晚浮起了笑容,就连他的眼睛,在这黑夜里也那么明亮。 却没有看到,在他的身边有着另外的一双明眸,不知从何时开始悠悠地看着他。 天又亮了,山间响起了鸟鸣声,清脆悦耳。 张小凡走到小溪边上,双手合起,捧起一把水泼到脸上,凉丝丝的感觉,直透入到心底。 他查看了一下左手处,拆下绷带,那断骨处居然也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心中高兴。 把绑在手上的超火棍拿下插在腰间,用力地活动一下左手,果然没有什么大碍。 手好了吗? 碧瑶从他的身后走来,看了他一眼,然后蹲下用吸水洗脸。 是啊。 张小凡兴高采烈地说,没什么大碍了,不疼不痛的。 碧瑶用袖子轻轻地抹去脸上的水珠说, 你也不要乱动,伤筋动骨的,多休息一段日子才好。 知道了。 张小凡顺口应了一声,随即还向碧瑶犹豫一下才说。 碧瑶小姐,如今,我们万幸,万幸宝的性命, 从那山腹当中逃了出来,你我也算,也算交了个朋友,不过,毕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分手了吧。 碧瑶蹲在水边,没有起身,但身子仿佛抖了一下。 张小凡看不到她的神情,过了一会儿才听到她低沉的声音说, 哦,是道不同吗? 张小凡点头说, 是,我是正道,你乃邪魔,自小我师长就教导于我,正邪不良力,下次再见,只怕你我已经是敌非友了。 你在那山腹中照顾我,我心中实在感激,这份恩情,来日有缘我自然会报答你的。 碧瑶正正地看着清澈水里倒映出来的那个朦胧的人影,滴滴地念了一句, 报答我吗? 张小凡应了一声, 是,我们恩怨分明,若非你救我,我绝不可能活下来,来日若有我销利的地方,我自当效劳。 说到这里,她呼绝不妥,赶忙又加上一句,不过,你可不能让我做出对不起师门道义的事来。 碧瑶忽然站起,转过头来说, 我看你也算是一个人才,不如投奔我们圣教吧。 我向父亲大人推荐你,他老人家一向爱财的,必然会肯重用你的,也胜过你在大竹风当一个木模无闻的厨子。 张小凡的脸色,瞪是沉了下来说, 碧瑶小姐,你不要胡乱说话,我乃是正道中人,宁死不入魔道。 在我看来,在大竹风上当一个小小厨子,也比在你们魔教中呼风唤雨好得多了。 碧瑶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话语也尖刻冷漠了起来说, 正道中人?你们正道中人造的孽,也不比我们这些魔道中人少吧? 当年正魔大战,你那些神仙祖师不一样是见人就杀,老弱妇如也不放过。 胡说! 张小凡勃然大怒,这些,这些都是你们魔教所做的好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们杀人盈野,生灵涂炭。 碧瑶怒道,那些都是你亲眼见的吗? 还不是你的师长告诉你的? 他们为了自己的脸面,又怎会告诉你真话? 张小凡冷笑一声说,那,你又可曾亲见了? 你在这里告诉我原来正道为邪,魔教为正, 又岂不是你的长辈粉饰自己祖辈的话语? 碧瑶一呆,一时也说不出话来。 张小凡看了他两眼,回念,一想起前些日子与他一起生死与共, 心中一软,放低的声音柔和地说。 碧瑶小姐,不管前人如何,我们不去管他好了。 只是我们青云门,门归森严,严禁弟子与魔教中人来往的。 我掌于清门,不敢违反。 今天我们就此别过吧,以后有缘再见。 若是你能幡然悔悟,弃暗投明,我张小凡一定以身家性命为你做宝,让你得入正道。 他振振有词地说着,但说着说着就停了下来,只看见碧瑶一脸的讥讽,冷笑不止。 你们那些狗屁正道,请我去也不行,还说什么弃暗投明,也罢,我给你指出一条明路你不走,你就去当你的正道人士吧。 他日再见,我第一个就先娶你人头。 张小凡吃了一惊,只觉得这女人翻脸比翻书还快,但终究是乌心争论,而且对着碧瑶,他始终觉得有亏欠的地方。 当下一拱手说, 斟住 说完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碧瑶眼看着他走远,竟是没有回头一次,在他的身影消失在树林中后,忽然之间心里空荡荡的,像是丢了什么重要事物一般。 整个人一下子没了精神,慢慢地坐了下来。 目光游离,不经意地掠过昨晚张小凡烧烤兔子的那堆火焰的灰烬,正在原地,竟是不知不觉地流下泪来。 他看着那堆灰烬,就这般坐着。 也不知过了多久,直到他忽然发现,身后树林中原本清脆的鸟鸣声忽然全部静了下去,仿佛感觉到什么大凶气味一般,竟是不敢发声。 然后,他看到一个黑影,从他身后缓缓地移出,把他笼罩其中。 虽然是在白天,可是不知怎么,好像天也阴沉了下来一般。 碧瑶豁然回头,正正地看着身后之人。 半晌,忽然间悲声地叫着说, 爹! 扑进了那个人的怀里。 那个阴影仿佛也正了一下。 似乎根本没有想到碧瑶会有这样的举动。 只是他新见女儿得托大难,那种喜悦却也是再也掩饰不住的。 张小凡在这山林中走了一天,才走出了空桑山的地境。 本来他若是遇空而行,半天也就出来了。 但顾忌着左手的张氏,还是甘愿多走了一段路。 只是这空桑山一向是人烟稀少,这一路上连个人影都见不到。 在荒山野岭夜苏一晚后,张小凡走上了官道。 道路宽敞起来不说,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他在路上问了行人,打听了道路方向,往北而行。 这一日晌午时分,日正当中十分炎热。 张小凡赶了半天的路途,口中颇为饥渴。 看见路边有一个小小的茶滩,支在路旁一棵大树下,里面已经坐了五六个客人。 看着阴凉便走了过去,买了碗茶水喝,顺便也坐着休息一下。 也别说,这小小的茶滩的茶水居然也着实清凉解渴。 张小凡喝了一碗,瞪时是上下舒坦,仿佛这天也不那么热了。 心下便寻思着,看着手上这伤势已经大好了,下午找了没人僻静的地方,就欲空飞回去。 这也快些,也能早些见到师傅了。 想着想着,他自然就想到快能见到师姐田灵儿了,忍不住心头一热。 便在这时,听得大陆一旁传来了个温和的声音。 老板,给我来一碗茶。 上午时分难得的微风吹过,吹到大树上树枝晃动,透下点点的碎羊洒落到地上。 五十多岁模样的茶滩老板答应一声,俯身倒茶。 张小凡不经意间,眼光看了过去,便再也收不回来了。 一个中年文士,细眉方脸,眉目看着儒雅,但双目炯炯,鹅角饱满,却在这文雅中自有不怒而微的气势。 一袭如袍,腰间别着一块淡紫色的玉佩,玲珑剔透,隐隐有祥瑞之气,一看就知不是凡品。 张小凡看了半赏,忽然惊觉,自己竟是被这中年文士的风度所折,只觉得他这一步走进来,包括自己在那五六个一起的茶滩喝茶的客人,竟都是默默然不能言语,被此人的气势给压了下去。 张小凡收回目光,但心中却仍然是微微惊叹,同时对这中年文士的气度大为新折。 虽然看着这人也并非如何俊巧,但这份从内而发的气质当真难得。 那文士进了茶滩,接过老板递过来的茶水随意坐下,便开始慢慢地品名。 周围原本还在谈笑的客人,现在一个个都沉没了下来,在这茶滩之内,气氛一时安静得有些古怪。 但唯独那中年文士泰然自若,丝毫没发觉身边的情况,一人独自在那里喝茶歇脚。 过了一会儿,其他的客人或是歇够了,或是喝完了茶,一个个结账走了。 老板过来收拾了碗,这棵大树之下,此时便只剩下张小凡与那中年文士两人了。 张小凡倒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但又坐了一会儿,便觉得自己已经休息好了,正想着结账走人的时候,忽然间听到身后有个声音响了起来。 小兄弟 张小凡一正,听到这声音温和熟悉,转过头去,只见那文士正对着他平和而笑。 惊讶地说 这位先生,可是叫我吗? 那文士含笑点头说 正是 说着站起身来,缓步地走了过来。 张小凡跟着站起,带他走得近了,抱拳说 请问先生,有什么事? 那中年文士上下打量了一下张小凡说 哦,没有,只是旅途寂寞,又看着小兄弟顺眼,过来聊几句。 小兄弟不介意吧? 张小凡连忙摇走说 没有,没有,没有的事儿,先生请坐吧。 那文士笑着点头说 来,小兄弟,你也坐吧。 二人坐下,那文士看着张小凡说 请问,小兄弟尊姓大名? 张小凡自幼长于草庙村,后又为青云门收留。 这些年,除了青云门,大竹风同门,几乎没同外人说过什么话。 当然了,前些日子与那魔教少女碧瑶,在死灵冤下被困的日子不算在内。 这时,与这文士说话,心中不知怎的,对这人倒先有了几分敬重。 当下,恭恭敬敬地说 不敢,在下张小凡,请问先生大名是…… 那文士先念了一句 张小凡 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说 我姓万,草字人亡 万人亡 张小凡在心中念了一遍,这名字读起来挺普通的,却有种让人金鸽铁马的感觉。 张小凡忍不住向他看去,这万人亡的脸上一片温和,但眉宇之间的微视仿佛天生一般,竟是极重。 配合着这个名字,银银有欲万众之意。 万人往上下打量着张小凡,微笑说 恕我多问一句 请问张小凡莫非可是修真之人吗? 张小凡吃了一惊 他与齐浩等四人下山之后,为求路上方便,便都换下了青云门的服饰 穿了普通衣裳,看去与普通人并无两样,也不知这中年人是怎么看出来的。 他正吃惊的时候,方才想问这中年人是怎么知道的,却又看那中年人微微一笑 王大北方一举说 请问张小凡,可是如今正到第一大派青云山门下吗? 张小凡这一惊更甚,忍不住站了起来,看着万人网说 请问万兄,你,你怎么知道的? 万人网含笑摇手说 请坐,请坐 待张小凡慢慢坐下,万人网才微笑说 我是见张小凡,你神充弃足,一路下来全无疲惫之色,看着年纪轻轻,倒是胜过了许多壮年之人。 方今世上,修道之风盛行,想来阁下,必定是身怀绝技之人了。 张小凡低头牵械,却又忍不住地说 那我的门派,先生,又怎么知道的呢? 万人网随意地笑着说 无他,我看小兄弟风尘仆仆,不住北望,面有思念之色,似是归心似剑,而北方处离此地最近,已最有名的修真门派便是青云门。 说起来,在下也是胡乱猜测的,随口胡舟,倒让张小凡笑话了。 张小凡连忙说 哪里哪里,先生如此明察秋毫,你我从未相见,竟能一眼看出,真是佩服,佩服啊。 这句话,他倒是由衷而发的。 万人网随意一笑说 清云一门,在这世间修真道上著名已久,渊远流长,道法精深,为天下人所仰慕。 小兄弟年纪轻轻便入得名门,未来前途不可限量啊。 张小凡听得这不可限量四字,心头一动,竟是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龙手风的旗号来。 末了,脑中还闪过了林京雨的影子,摇头说 先生过奖了,青云门中,弟子藏龙卧虎,在下数朽木一根,不成气的。 万人网正了一下,师生笑道 哼,想不到张小兄,你倒也会说笑话。 张小凡不愿意在这个话题上和他争辩,便对他问道 万兄这风尘仆仆的样子,不知是往哪里去啊? 万人网悠然站起身,背负双手,仰天望了一眼说 这天下之大,浩瀚无边,我游历世间,大山谷则,随意而往。 啊,张小凡惊叹了一句说 原来如此。 万人网回头看了张小凡一眼,忽然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笑容说 张小兄,既是青云门下,想必是道法高深了。 张小凡连忙摇头 没有,没有,没有,在下乃是青云门中一个不成气的人,哪里说得上道法高深了。 万人网微微一笑说 张小凡客气了 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张小凡你成全一下。 张小凡正了一下说 万兄请说 万人网说 在下,从小养慕阁下这等修真高人,无奈机缘不够,不得其门而入,而且在下对高人们能欲法宝而行九天之上,更是梦寐以求。 数十年来,无一日不可望得以仙家法宝而观之。 张小凡乃是明家弟子,不知可否挽我这个小小心愿呢? 说吧,他竟然是身身弯腰,行了一个大礼。 张小凡哑然,看着万人网行礼,更是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心中着实为难。 犹豫了片刻,看着万人网,仍然是一脸期待地看着自己,叹了口气说 哎,不怕万兄笑话,在下并不是不愿给万兄观看,只是,只是法宝不上堂面,只怕有爱。 万人网立刻说 这有什么?仙家法宝,岂有不上台面这个道理的? 张小凡面上微红,终究是放不下面子,从腰间拔出了烧火棍,递了过去。 看着他递过来这么一根东西,万人网的脸上,惊讶之色也是一闪而过,郑重地接过。 张小凡把他的神色看在眼里,哭笑说 不要说是你了,便是我师门中人,也是常常笑话我的。 说了这话,张小凡的心中忽然一惊,只觉得自己今天好生奇怪。 在这素昧平生的人前,自己怎么,好像什么话都愿意与他说一般。 那万人网却没有注意到张小凡,眼光都放在那根烧火棍上。 原本他面色郑重,但眼中还有些随意,但渐渐地,他却似乎看到了什么。 非但脸色沉了下来,一双眼睛更是死死地盯着这根黑色难看的棒子。 张小凡在旁边看着,只觉得这万人网看起来好生奇怪。 把一尺来长的烧火棍拿在身前,细细地看着,左手托住。 左手修长的五指在这磅身的身上,轻轻地抚摸,轻轻地点击,小心之急。 忍不住问道。 万兄,请问有什么不对吗? 万人网如被梦中惊醒,迟疑了片刻,把这烧火棍还给了张小凡说。 张小凡在下因为仰慕仙道,所以在这方面的书是读了一些,有一些话还要请教一下张小凡。 张小凡说,请说吧。 万人网的眼光在这跟烧火棍上描了一眼说。 请问张小凡,这件法宝之中可是含有阁下的精血? 张小凡大吃一惊。 刹那间脑海里飘过了当年在大竹峰后山幽谷当中那一幕可不的情景。 霍得站了起来,指着万人网说。 你,你说什么? 万人网看了他一眼,缓缓地说。 请问张小凡,这件法宝可是两件事物合二为一的? 张小凡隐藏在内心里最深处之一的秘密,如今竟被这人说了出来,这一情非同小可,只觉得脑袋中嗡的一声,竟是说不出话来了。 万人网看着张小凡惊愕的表情,自是明白自己所料不错。 只见他仿佛微微低下了头,似乎想起了什么,隐约叹了口气说。 你不知道吧? 唉,这棒子上的珠子,原是魔教的圣物。 张小凡越来越惊,几乎连呼吸都要屏住了,但身心处却有着一个声音,仿佛在冷冷地笑着说。 你早就知道了,你早就知道了,这棍子这般邪气,自然是魔教的邪物。 你,你说什么? 张小凡喘着粗气,盯着他,一字一字地说。 这珠子是八百年前,魔教祖师黑心老人的遗物。 万人网的话,就像是一个个钉子,一字一字地定入了张小凡的心间。 名字叫做是血珠。 张小凡整个人都呆住了,屏住了呼吸, 但脑海中有万千的念头,百转千回,却始终有一个画面挥之不去,那一句,在空桑山山腹密洞之内的骷髅。 万人网看他震惊的模样,停了片刻,却又淡淡地说。 张小凡,你知道了这珠子的来历,却不知,你可还愿意知道这黑色短棒的来历吗? 张小凡的身子一震,说不出话来,只是直直地盯着万人网。 张小凡的身子一震,说不出话来,请求求求求求求你。